既然因為自媒體 大家都出來拍影片 甚至你就會看到很多人 教你如何拍影片 教你如何得到更多的流量 甚至流量變現 你問我這些課 或這個老師的課 你能不能上 譬如說我講說流量好了 如何讓流量變現 其實很簡單 你就看老師的課 有沒有流量就知道了 老師通常應該會有自己的頻道 譬如說教你網路變現 他有他自己的電商 甚至呢 他可以舉例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譬如說他信手拈來 馬上就有成績可以告訴你 告訴你說他用了這樣方法 印證這樣是可以成功的 基於這樣子成功的經驗 把他的經驗分享給你 而不是他去蒐集的 很多人的方式來告訴你 像這樣子的課 我覺得是可以上的 其實我以前是不會付費 去看其他老師的課程 但我最近也有開始 看其他老師的課程 現在目前市面上 教課的方式 我把它分兩種 一種是文的跟舞的 那什麼是舞的 就是我不跟你拔這些鋼品 不跟你喝酒 我不跟你應酬 一般娘瞪眼 我的產品好了 你會給我嗎 我是屬於舞的這一種 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時間 都花在產品上面 如何讓我的產品 可以讓客戶喜歡 但是文的比較不一樣 你會發現 他們有非常多的時間 都花在上課 教新的人脈 交換名片 然後大家都在一起 然後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樣的新創的機會 我稱之為這個叫文 我不是說這個不能賺錢 跟我的方向是完全是 背道而行 看過我之前在直播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你的產品賣不出去 為什麼你賺不到錢 為什麼你的客戶 不會跟你簽合約 其實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的產品 到底是不是市場上所需求 我去看了這些課程 我會發現 通常會開課的 大部分都是文的出來開課 對我來說在實際面上面 其實他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是不適用的 我們中小企業最主要的就是 速度要快 看到危機的時候要趕快閃 看到商機要趕快跳進去 寫計畫書 弄錯 我們沒有這個時間 20年來我從來不幹這個事情 最重要就是你的產品 到底是不是市場上面所需求 這是非常重要 吃我 說 其實 你